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我是你们的讲师King 上节课呢,简单带着大家了解了一下我们的绘画控制 也对于我们绘画控制中的第一种Cookie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接着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我们说了 在test.com下我们设置的Cookie 我们可以在它的子域下可以读到 那现在呢,我想通过test.com设置test1.com这个域下的Cookie 是否可以办得到呢?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Cookie宽裕的问题 假如说在这里边,你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test.com,对 那接着上节课的栏,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假如说先在这块 来设立一个setCookie setCookie写成一个吃货 我不是吃货 好 好 time加3600,先来看这样一个问题 你看现在我是在吃货这个子域名下,二级域名下设置的这个Cookie 那接着你来看,第二test.com,我们来运行一下,吃货这一块 好,setCookie 接着呢,我们再来dump一下 是不是可以 诶,test啊 二啊 重新运行一下 好,这块是不是有了,不认识因为我们这个编码的问题啊 好,那接着在这把这背买写一下吧 再看一下我们在电影这个下面是否可以得到 也可以得到了 对吧 好,那接着再看一下在test二下是否可以得到 是不是也可以得到呀 这样的效果 好,那接着再回过来 看好了 现在我在test二下面再来一个setCookie 一 setCookie 写上一个test二 三个二吧 对吧 值呢,写一对二 有效时间 加三千六 瞩目录 我想设置谁呢 我想设置test1.com http test1.com 设置这个域名下是否可以 对吧 设置这个域名下是否可以 那现在你看一下是否行 我们在test1这个下面来一个打印 重新来啊 刷新 不可以 接着设置完了 我们看一下test1下面是否可以得到 有吗 对 没有 答案是是不是没有啊 那现在你通过这种方式设置可以吗 其实呢 它没有设置成功 我们可以看一下 选项 隐私 test2下面 对吧 你看 只有这几个 而且test1下面没有 test1下面没有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 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啊 Cookie 跨域 Cookie 跨域 其实呢 像我们的单点登录啊 就是通过我们Cookie 跨域的形式来实现的 那什么叫单点登录啊 假如说我们一个企业中有好几套系统 全是属于这一个企业的 那现在我就想让用户登录了 假如说像我们登录了淘宝号单 我们再通过淘宝号单再点到支付宝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登录了 用这一个账号 是不是就可以了 就实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SSO 单点登录 那小时间这个效果呢 其实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个Cookie的跨域了 那正常的Cookie呢 只能在一个应用中共享 就是我们的一个Cookie 只能由创建它的应用获得 那实现我们Cookie跨域呢 其实主要就是为了统一我们应用平台 就是我们所说的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单点登录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使用我们的什么呀 P3P协议 那什么叫P3P呢 我们可以来百度一下 对吧 不是B啊 百度 P3P 3P 对看一下啊 P3P是一种被称为什么个人隐私安全平台项目的标准 能够保护在线隐私权 使Internet的充量就可以选择在浏览网页时 是否被第三方收集并利用自己的个人信息 如果说一个站点不遵守P3P标准的话 那么有关它的Cookies将被自动的拒绝 并且呢 我们P3P还能够自动识别 识破多种Cookie的一个嵌入方式 什么由全球资讯联盟网所开发的 对吧 那接着再看一下 其实你看这个用途举例比较好 大家自己来看一下啊 在这一块呢 有了这个P3P之后 我们看一下没有那句话 没有Head中 没有 之后我们来给写啊 有了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Cookie的这样一个跨域了 那一会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那接着Cookie跨域其实主要是涉及两个不同的一个应用 第一个呢 我们或者我们称为第一方和第三方的一个应用 在这可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IE 第一方和第三方的这样一个Cookie 你是否接受啊 在这块就应该有 我们来打开一下 选项 隐私 高级 这就有 对你看 第一方Cookie和第三方Cookie 什么意思呢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网站中的广告 对吧 我们通过iFrame来实现的 这样一个广告 这就是属于第三方网站的这样一个 可能使用到的一个Cookie 那第一方呢 Cookie可能是来自我们当前正在查看的网站 或者说我们发送到当前正在查看的一个网站 那第三方Cookie呢 其实就是来自当前正在查看网站以外的网站 就像我们所说的 如果我们嵌套一个广告 对吧 这个广告呢 有可能就使用我们这种 第三方网站的一个Cookie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有了这个P3P之后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自己来指定我们浏览器的一个隐私策略 来达到来存取我们第三方Cookie的目的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什么意思 在这块 看好了 在Test2下 我们想设置Test1的 我可以这样来写 来一个 SetCookie 2 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请求一下Test1中这样一个效果 可以通过Script src 假如说写上一个 Test1下面一个 SetCoo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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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上一个P3P 值呢 This is P3P 10加3600 我们请求这样一个文件 相当于一个中间文件吧 对吧 其实呢 请求的是Test1 第二看一下设置的这个Cookie的这样一个文件 来我们找到一下Test1 复制 请求的是这个文件 SetCookie 2 P2P 在这里边呢 我们来设置了这样一个P3P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现在我访问的是Test2 Test2 SetCookie 2 好 那看一下是否成功了呢 我们在这选项中也可以得到 你看Test1中是不是设了一个P3P啊 没问题 已经得到了 那接着我们再打印一下 P3P Laces P3P 没问题 那好像没用到我们的P3P啊 对吧 P3P协议好像没用到 那接着 问题就出现了 你看 在火狐 好使我们换到 我们比较奇葩的热感器 谁呀 对 来运行一下这个Dump 这是我们之前设置的啊 好 我们重新再设置一个 看好了 SetCookie P3P PPP Laces P3P 对吧 Time 加 3600 3600 3600 这一次我们再重新在这一块 IE下运行一下我们的Test2 稍等 Test2.com SetCookie 再来打印一下 有了吗 对 没有 没有 这是因为什么呢 对 你看不能说我们这个火壶可以呀 安逸就不行 那在安逸浏览器中 我们必须得加持这样一个投信息 这是我们P3P中 写的这个 跨域找到它 这句话呢比较长 我们把它拿过来就可以了 好需要在这一边 加上一个P3P 这样一个协议 有了它之后你再看一下 我们重新再运行一下 没问题 在这里边来打印 是不是没有写对呀 来看一下 这个是没问题 P3P 好 我们重新运行一下 先看一下这里边 side cookie 没有设置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写错吧 没写错 没写错之后 我们再重新来运行一下 先关掉 重新把它清除一下 先看我们的火壶 应该是没问题 刚才有一点 重新来运行一下 test test2.ca 先把之前的我们把它都清掉 这个cookie 全部移除 接着我们set一下 接着在test1下 就会看到 打印出这两个值 没问题 你看test1下 设置了这两个 那再看一下 我们这个 把它全部清掉 拿I1来实验一下 刚才I1是不是 看不到 对吧 你看我们先不加这个P3P 它是看不到的 test2.ca setcookie2 我们在test1下面看一下 打印一下 现在也出来了 我是不是把它没有保存 setcookie2 test1下的setcookie 正常是没有的 现在出来了 我们还是 选项 高级 我们自己来 这是接受 重新的清空一下 刷新 我们清空一下 这个 cookie 稍等 正常应该没有 现在是没有的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test2 把它已经 注掉了 保存了 setcookie2 请求的是这个setcookie 好 没问题 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诶 这次 是不是正确了 没有 没有之后 再看一下 我再把它开启 再回到这 诶 正常应该 有了呀 我们还是 设定一下 稍等 这可能IE浏览机 有点问题 我们来调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没问题 我们刷新 诶 出来了 出来了 我们重新再跑一下 哎呀 这个IE啊 可能刷新 没有刷新好啊 我们再来试着一个setcookie cccccc 值呢 随便写一点 time 加 3600 还是先把它 注掉 再来打开我们的IE 把之前呢 我们先清空一下 IE浏览器有点7% 这个没办法 删除 这个cookie 我们也把它删掉了 现在我们是注销的 写成一个test2.com setcookie2 接着我们再来test1.com下 dump 没有 对吧 你看 刷新 刷新 也没有 我们再把它启动 保存了 再重新刷新 看这一次 是不是出现了 对 证明已经读到了 是不是应该看到 我们这个P3P 所起的一个作用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也是 目前解决跨域 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通过我们的P3P 这样的一个协议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 也实验一下 就是你需要创建 两个虚拟主机 一个test 一个test1 当然这个叫什么 无所谓 那你现在你看 我在test2下 设置一个test1cookie 直接设置是不可以的 那现在呢 我们是不是通过第三种 将一个间接的方式 来设置了一下 好 那下来之后 大家把这一块 实验一下 特别是针对于 I6-7 我们需要加上一个P3P 这样一个hide头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